我们离婚吧 那咱怎么不开玩笑行不行 是我今天陪同事来看房子 但是 我都不知道怎么会到这儿来 我是被他愣拉过来的 他说让我帮你给参谋参谋 你知道 我对买房子很感兴趣对吧 我买了那么多房子 别 你继续别 不是 我真的是 他冤枉了 我真的是陪他来的吗 我不管这一次是不是误会 我要的是离婚 你听清楚了吗 别 别 安静 咱俩结婚十年了 从来没说过什么离婚的任务 你这可是第一次说 你结婚见识呢 你平时不是也不带吗 不是 我是觉得带着不舒服 但你一直都带呀 雨海 过去十年婚姻里 我没有跟你提过离婚是吧 我这是唯一的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这不是警告 是我的决定 这婚 我离定了 小贞 咱 咱俩 小贞 咱俩可是白酒水家的夫妻啊 而且咱孩子才八岁呀 你这是干吗呀 不是 你是不是因为你妈妈的事啊 要不然咱看看心理医生好不好啊 哎 你什么屁事你老给我打电话呀 哦 对 我也忘了跟你张工吃饭点 好嘞 我知道了啊 万天 那个 我晚上得跟明儿吃个饭去 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人 要是晚上我不喝多的话 我肯定回家 好吗 咱晚上回家好好谈谈 好吧 你先把你工作吃了啊 我先走了啊 你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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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的帐篷啊 那价格可以再商量一下吗 我那个车啊 从来没有出过事故的 而且都是定期保养的 可以啊 可以啊 那你什么时候方便给我打电话 或者我把车开过去 好吧 哎呀 你傻梗 好可爱呀 好好好 哎 谢谢啊 哎 再联系 哎呀 东西呢 他不让你拿 为什么呀 你问他吧 半年了 就录音这么一次 有必要把东西都拆开吗 我还想挂在网上 卖个好价钱呢 有这些就够了啊 为什么要卖呀 咱们买那些帐篷椅子 不就是为了露营用的吗 对呀 你瞅瞅 你回头看看那些 每家都有帐篷 是不是 我们就这么光着躺着 是不是有点和大伙儿 格格不入呢 我觉得挺好的呀 你是不是今天不高兴啊 你是不是今天不高兴呢 我挺高兴的 真高兴啊 真高兴 那还让我怎么高兴呀 舒服 出太阳了 你等着点 不用 要不我还是去收个帐篷吧 弄个躺椅什么的 好 弄不着今天也不晒呀 你想不想吃烧烤 让你爸租个炉子去 行吧 那这就这么躺着 就算露营了 太简陋了吧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 玩游戏好 可以可以可以 玩什么 真心画 真心画 怎么玩啊 我会 真心画大冒险嘛 对吧 他俩一块的 对 但是这个没有大冒险 不不 你怎么会啊 跟张总出去应酬的时候 有时候需要活一下气氛 不经 不经 就是会 快 跟你爸说一下 怎么玩 真心画呢 就是石油剪刀布 输了的人呢 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必须得是真画啊 玩不玩 玩 来 石刀剪刀布 石刀剪刀布 你看 果然两口子 来了 这好 明白了 你问啊 不许生气啊 我呀 不许生气啊 你跟刘思敏啊 刘思敏转到你们班以后 对你的学习到底有没有影响 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 说好 我生气的啊 我都准备好了 生什么气啊 其实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 不就是所谓的早恋影 想学习之类的呗 你就放心吧 我这次考试是没考好 那纯属是因为 周朗生学得不好 跟早不早恋没有任何关系的 那你跟刘思敏都 这下一个问题了 老公 石刀剪刀布 你跟刘思敏 刘思敏就是个哈士奇 我被哈士奇追 我躲都还来不及呢 这个跟我想的差不多 就说你读书那会儿 是不是也有人追你 完了 你是不是也没感觉到 那个浪漫呢 没有 全是困扰 所有的节奏都被打乱了 而且被洪穴过分关注 我跟你小姨不一样 你小姨特别喜欢 被人追的感觉 那不要太好 绝了 那你怎么处理的呀 我 我 我不用处理呀 就追呗 你不理他 两三个月他就追别人去了 学姐啊 学姐 大代人肯定没有我爸帅 那是 你爸 老帅老帅 来吧 继续 来吧 继续 来 石头剪刀布 看 来吧 我问你啊 我选择大冒险 不行 你也会玩啊 这不是刚才你说的吗 是吗 我咋那么投信呢 问他 闺女 这些话啊 你是不是失业了 你爸 你爸公司临时出了点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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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吧 嗯 而且我老爸这么帅 可以去当演员呀 来 我们继续 来 还来啊 来 来 来 石头剪刀布 来吧 石头剪刀布 来吧 石头剪刀布 我问你啊 你是不是想把咱们家车给卖了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怎么知道的 我也是家里的一员好吧 有些事情你们以为不说 我就不知道了 我告诉你要许卖 女士 车不许卖 车可是你这个霸道总裁的标配 除非卖了这个买个更好的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怎么也不兴奋呀 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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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我告诉你们一个我的秘密吧 什么秘密啊 我练就了一个绝活 学你俩的签名 那几乎可以是一假乱真的 老师都看不出来 你签过了 签几回了 有不细格的卷子吗 老师没看出来 那我大泡泡 我去看看 这在书法里 叫灵膜 也是一个过程